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年先後到以色列和美國出訪 雖然都有不小收獲 但也都有失言引發熱議批評情況 他在以色列參訪 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和鋪牆等景點 但在反國收訪時 談到猶太人卻一度失言 對猶太人國際上最大選擇 還是這個希律的時代 幾乎六百萬人的這件事情 這番言論 遭外界批評他 國際問題 對外交無知 柯P雖然事後否認失言 但仍引起不小風波 之外柯文哲從以色列返國時 在當地機場席地而坐 找插頭充電 也被議員批評言很大 矫情又噁心 立委甚至炮轟外交部人員失職 柯文哲對此還嘲諷典型的小題大作 Stupid 而他3月赴美訪問期間 也頻頻創造話題 在紐約大學和台生及部分陸生 港澳生座談時 也在問答階段應報焦點 如果說將來有一個機會 能夠讓您做更高一層的 台灣地區的領導人的話 您如何以一種 你看 每個時候我會當中國領導人的話 他最後一天在波士頓 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 舉同志遊行為例又失言 我是不是我投票的時候 投反對你 可是我允許十二萬五千人 上街遊行 由於過去科幣給人挺同印象 此話一出讓許多挺科同志 在網路上紛紛退粉 也逼得他不得不再度做出解釋 沒有啦 我那時候 那我的意思是指台北市民 並不是我個人 因為就是說 我們雖然在公投你知道 那個大部分還是反對同志議題 但是那種十二萬多人的 十二萬五千人遊行 在台北市給史慕斯的借錢 那講我是指台北市民 可比也在演講時 失言說 開摘節台北市 讓五萬個穆斯林聚集 他反問美國號稱民族龍吳 如果真的有穆斯林集結 我看機關槍 手遊彈都跑出來了 這種說法等同影射 穆斯林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也讓外界頻頻搖頭 沒有人幫你動 獨家看我爽 臉北超級 最有料的 孤獨家看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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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出場面子 做一個朋友